这个全球的机场除了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以外 他们的经营之道也不一样 我们来听一下在新加坡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带来的分析 那首先机场带来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人流量 而毫无疑问人流量将转化为经济效应 那我们先用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作为例子 那么这个机场的全称是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那这里以中转而闻名 以连接而著称 可以说是全球最为繁忙的机场 因为亚特兰大的地理位置处于八成 美国民众两小时飞行距离之内 因此这个机场平均每天起落2500个航班 使得亚特兰大机场在2018年的运输旅客数量超过了1.08亿人 根据机场提供的数据 这样巨大的人流量使得这个机场成为了美国佐治亚洲最大的雇主 在机场内部创造出63000个工作岗位 同时在整个亚特兰大地区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 而亚特兰大机场除了每年给当地贡献3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之外 同时还每年产生超过70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来说说迪拜国际机场了 那么迪拜国际机场被评为转机者的购物天堂 那顶级品牌丰富商品齐全 全天24小时营业并且配有不同语言的导购 那数据就显示2018年迪拜国际机场内的免税店销售额是超过了20亿美元 成为全球免税商品零售额最高的机场之一 其中酒水 香水 香烟 美妆电子产品等等 都是最为受到欢迎的免税物品 那么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有点疑问 对于注重人流量的经营之道来说 优先考虑的是旅客如何最快的离开机场 而如果用免税店来吸引旅客来赚取非航空业务的收入 那么则希望说旅客停留得越久越好 那么这两者予以熊掌能否兼得呢 答案其实也是肯定的 这就是以新加坡张仪机场为典型案例的经营之道 关键词在于效率 张仪机场以通关速度快而为明 排队等候的场景也很少见 而高科技的投入和运用进一步的大幅度缩短登机前所需要的时间 而在购物方面 新加坡在今年将占地13.57万平方米的星耀张仪投入运营 这个巨大的商场连接着各个行站楼 使得旅客们在高效的通关之后 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购物 美食以及休闲娱乐 那么在2018年 新加坡张仪机场接待乘客的数量是达到了6560万人次 相当于新加坡总人口的11倍还要多 感谢观看